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在涨 那最重要是什么 现在五月底下礼拜六月份 那五月有哪一些公司 获利不错还没公布的 你要不要提前卡位 就是这个礼拜你要做个功课 不要每次看到涨了以后 再来晚席 又没有跟上 大盘在跌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五月十五号之前要公布三月季报 五月十号之前公布四月的月报 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 季报加月报 这里刚刚好拉回选股 那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出清以后 我们是下来说怎么样 全新的布局啊 基本面会说话嘛 EPS才是王道嘛 我们买的股票哪一档不是赚很多钱的 一定是以赚钱为基础嘛 那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要买对股啊 星期三 满天金条啊 星期四 不管大盘跌或涨都一样嘛 那今天你要注意什么 三大法人要全部买钞 全部都买钞 满天金条啊 基本面会说话嘛 昨天也特别提示你啊 电视上去了 第八支啊 整第七支啊 季报月报 第一个买点 这里中间喘息 又第二个买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有跟大家提到过嘛 你要怎么去算 第一季赚6.62嘛 4月也公布啦 那现在5月了嘛 那5月底在现在 在这个时候 万海获利EPS已经超过10块了嘛 那以这样去推估 第二季赚8块嘛 正在89不离时嘛 那上半年可以赚14块嘛 所以这里整理怎么样 可以再买啊 那这里140合理嘛 就算震荡也不会跌下来 这里又一个跳空缺口 这里又一个跳空缺口 今天是又涨停了 今天涨停第八支嘛 这样是一倍 到目前为止本益比 到目前为止本益比还是很低嘛 所以一直续报啊 多久的时间 那电子股也一样啊 涨停涨停 这个地方又出现买点了嘛 电视也提示你啊 要继续涨啊 那这三天呢 还是在涨嘛 不过我说他来到这个压力区 他必须要震荡了 你现在要做的功课 你这个周末要做的功课 是你要找什么股票可以低档去买 尤其根据五月月底了嘛 哪些公司 他值得去布局五月的黑马股 这个才是重点嘛 你把手金金看他一直起 你就买了嘛 他如果有拉回 还是可以布局啊 因为本益比较超低的嘛 包括今天长龙也涨了 杨明上一次跟大家谈什么 一样嘛 在大盘拉回的时候 我说第一季他赚多少 季报出现了7.49嘛 而且他还提前公布 好的公司会提前公布嘛 那第一季赚7.49 这里70块 我一直跟你讲 70块一定可以买嘛 那转眼之间呢 这最低到66.6 转眼之间108块啦 那我说他会创新高啊 他有没有创新高 那长龙跟阳明 他获利 都比旺海还要强嘛 那旺海会主要他会比较会涨 他是指标 最主要是什么 他筹码比较安定嘛 那只要他一路走 长龙涨明一定跟上嘛 因为业绩比他好啊 所以这一档是指标嘛 能不能赚钱 那接下来六月份呢 三大法人全部买钞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谈什么 有些大涨的股票呢 往上 你要去找卖点 然后洪帝在布局嘛 我是谈到嘉哲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今天给会员的资讯 那第一个呢 我们谈一下这个地方 大盘跳空开高对不对 缺口突破前天的高点嘛 所以偏都不变嘛 连电面板货柜 全部转墙续报嘛 这是开盘的时候 天鱼拨断坐轿了嘛 从200到350啦 旺海那时候说大张9%嘛 那后来收涨停啦 长龙其他95续报 接近涨停嘛 那收盘也收涨停啦 那昨天他那加折 再往上要实现波段嘛 开高实现波段啦 来到三一坡高点附近嘛 当初买是因为那季报获利呢 成长一倍嘛 但是4月5月月报表如果获利没有跟上的话呢 我们就实现波段嘛 那旺海呢不只跟上 而且还往上跳 所以旺海续报嘛 那该买该卖呢 都是从基本面嘛 我说我是操盘啦 该出手就出手啊 该卖就卖嘛 30年经验嘛 我不是在解盘啦 大盘每次一涨 每个老师解盘 头头是道啊 会员有没有赚到 这个才是重点嘛 那你有没有带会员出手 你有贪到钱吗 这才叫操盘啊 这实现波段嘛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6月啊 那5月有哪些股票 6月可能是黑马的 那一样的状况嘛 从月报据报去着手啊 不管是家责 或者是货柜股 那或者是天狱 电子股 都一样 基本面会说话嘛 那5月呢 财报它要快出来啦 那一等它公布 你就会慢慢拍啦 那用哪一些股票 它可以在低档去买 像家责 或者像航运股 或贵 或者天狱 像这种足底的股票 成长 它就值得你去布局嘛 那这个礼拜你一定要做好功课啊 不然下月6月 6月来了 该赚的你又没赚到嘛 那我说这个地方呢 黑马股 你要跟上脚步啊 你要跟上 那如果你不够专业 没有时间 你把握这个机会啊 倒数一天 我们休息一下 温馨五月天 陈禄布吴老师 温馨回馈传案 全面五折大优惠 全面五折大优惠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与之路 知识专线02-2752 5868-2752-5868 温馨五月天 陈禄布吴老师 温馨回馈传案 全面五折大优惠 全面五折大优惠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专线02-2752 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早点跟大家谈到台积电 跟连电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下降压运线 好像有突破了 好像有突破了 再看一下零花科 一样整理末端对不对 好像有突破了 那六月机会有没有 那我说货柜 电子双主流嘛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头条 第一个调 第一个什么 六月要调涨了 六月要调涨了 没有最高价 只有更高价 转世改都调涨嘛 那代表真的很缺啊 那你知道货柜股 长龙 阳明 旺海 它毛利率多少 毛利率都大概五成啦 五成啦 跟电子股台积电 毛利率差不多啊 那毛利率一样 又调涨 那它是又会赚越多 那上半年 旺海可以赚14块多 那继续调下去呢 这六月嘛 那今年可以赚多少 我们不要讲太远 就讲这个月下个月嘛 所以为什么我继续报 你要了解基本面嘛 不是因为涨多了 它就一定要回党 你要看它赚多少钱嘛 那四月呢 景气连山洪对不对 现在五月到月底了嘛 一样是很红啊 这报纸头条啊 苹果晶片台积电要量产啊 那预计什么时候 八月嘛 那你要等到八月 你才去买台积电啊 你又把人扛叫嘛 这也是今天的头条啊 关键半导体需求很热 长线长线 看望嘛 那为什么看望 满载 缺货 淡季不淡嘛 什么叫淡季不淡 电子国就五穷六绝嘛 那五月快过六月快来啦 那你看看天狱 你看很多关键半导体 还在调长价格 这叫淡季不淡嘛 你要看懂报纸在写什么啊 这不管是电子 或者传产都一样嘛 你要选对股票啊 那回到这里 会不会继续涨 突破啦 那八月呢 八月它出货会比较多哦 包括苹果手机 让我们看一下联电 是不是告诉你45块 闭着眼睛满面的问题 昨天还在跟大家提嘛 这个东西都一字的提 今天又涨啦 电子航运双主流嘛 是不是又去 那该买的有没有买 我们再回过头看 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 因为这个周末呢 很重要 这是五月中的时候 第一季获利1.8倍嘛 那你从这个内容里面 我刚整理统计出来 第一季最赚钱的产业 就这四个产业嘛 你浸财倒一几都倒去 那半导理我说什么 联电嘛 这太大党嘛 IC设计呢 一档一档做嘛 先从天域开始啊 那天域涨幅超过五成 你要从赚钱的产业嘛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啊 要有贪钱的股票 你就不会烦恼嘛 轮流起嘛 今天是全部都起 但是不可能天性像今天一样 下礼拜开始又是轮涨啦 有些拉回了股票 你可以去布局嘛 我一直谈到什么支撑买 不追价轻松赚嘛 一档一档操作啊 那机会来了 就不要再错过嘛 那如果空手的 那你要把握机会嘛 现在是五月底啦 那哪些公司可以买 你有没有去抓到 哪些是黑马股 那这周末你要不要做研究 下礼拜要跟上脚步啊 下礼拜大盘一定震荡啦 该买什么股票 或者呢 跟着我做倒数一天 我们休息一下 温馨五月天 陈禄姑吴老师 温馨回馈传岸 全面五折大优惠 全面五折大优惠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穿上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苦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发现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望海的部分 昨天跟大家提到 基本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基本面上半年 大概89不离时了 至少可以赚到14块 到现在5月中 5月底的时候 已经赚超过10块了 这614块 这8息合理 就算震荡 它也不会拉回 这里支撑 缺口对不对 它今天又涨停了 那上半年大概可以赚14块 那我刚刚讲 它有调涨价格 那今年可以赚多少 如果这样算 30块以上 30块以上 100多块合不合理 内置法人看200 那我们一档一档做 一段一段做 不是几涨 它就一定会跌 你要看它基本面 回归基本面 第一季赚钱的产业 我师父哥都跟大家谈 今天跳空开高嘛 突破前天高点 代表要走啦 三大法人全部买钞 对不对 全部涨嘛 会员全部赚钱啦 这探浇贵五千嘛 接近涨停 我说不要卖 缩盘涨停嘛 大账9%不要卖 收盘涨停嘛 这个要卖 时间波段嘛 因为还有更高点嘛 所以全部成交 对不对 有买有卖嘛 那资金抽回来再怎么样 再转进布局啊 证据在哪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会常常秀这个 因为会员的权益 这五月二十七号嘛 四档股票啊 全部都赚钱哦 嘉哲今天出掉了嘛 剩三档嘛 那下礼拜呢 要重新布局啦 万海续报嘛 这个全部赚钱的啊 满天金条 你有沒有抓住一条 还是在空手 那空手一样有机会嘛 下礼拜开始啦 所以我是真正的操盘嘛 波段大赢家 那我们操作上呢 一定是以法人的标准嘛 本应比对不对 殖利率 那殖利率要高 一定要赚的钱够 花鼓励嘛 所以终结在这个地方嘛 那成长股本应比是固定的嘛 EPS成长股价一定涨嘛 不可能没去嘛 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嘛 那我买的股票都是大赚的股票啊 不是买那种纯炒作 没有业绩 没有体质的股票 都是EPS大涨 本应比超低的股票嘛 那这个成长股价就涨嘛 跟着法人做啊 跟着大股东做 轻松做教嘛 西东IC我也是跟大家谈啊 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去 只是他赚的最多嘛 他涨的最多啊 超过五次嘛 那为什么那时候买天玉 买货柜 因为季报嘛 五月中旬出 还有月报 你看了报表 你有用心去带会员 你很自然的 你就有机会嘛 像这个该卖你就出掉嘛 那重新再布局啊 长龙也拉上来嘛 那我说呢 虽然长龙跟阳明 获利都超过旺海 但是旺海是指标嘛 因为他筹码最干净 又一大堆人放空 捐资比又三成以上 他上去啦 上去是又带动长龙上去 所以这里是也有买点出现 一支一支做嘛 那该卖的时候呢 就把它卖掉嘛 像加折一样啊 季报出来了 4月又成长100多percent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当然往上赚了五成嘛 我是天天讲 我心里每天讲 半天金条啊 你到底赚了几条 那五月也到了 下礼拜是六月了嘛 用哪些股票可以去布局 这五成 这还要一倍虚了嘛 那这个周末呢 你一定要做功课 五月财报的黑马股在哪里 那不然呢 把握机会 到暑一天跟着我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阿民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 珍得大杯冰块呢 正常冰吗 记忆待遇 你会遇到许多怪 咔 百香冬瓜好了 喝之前帮我摇一下 到了下班前 总是累昏了 我要两杯 怕吃董事鼓勇蜜蜜茶 甜度 全糖 你看我多甜 乌糖 蟹果呀 烧糖 全糖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温馨五月天 陈璐步吴老师 温馨回馈传岸 全面五折大优惠 全面五折大优惠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创车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拖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骨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妇女之路 知识在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大家好 我是张峰医医师 如果您家中有COVID-19确诊病患 请将病患一人一室隔离 不要共用医医 多数病患为轻症 多休息及喝水数天或可恢复 如出现以下症状 请立即联系119 卫生级或1922 照顾患者请戴口罩及手套 时常清洁双锁及环境 且患者及照顾者 不可与同住者以外的人接触 请确保家中空气流通 如无法避免共用空间或位移 请在每次使用后进行消毒 照顾者也要